女鬼仗着自己长得漂亮 就很看不起其他雄性 不仅玩弄她们的感情 还总是玩玩就杀 慢慢的 她也越来越不把人命当回事 只要心血来潮 就会撩起发丝 用鬼王赐予的大眼珠子 向着人群开炮 有时甚至会一炮轰掉一座城 幸好大眼珠子威力大消耗也大 每次女鬼用完绝招 就会变成罗莉形态 暂时失去攻击能力 而一直追杀她的男孩 却正好在此时出现 抬手就砍断了她藏身的大叔 这虽吓坏了女鬼 但脸上却是血满了不服 觉得雄性就只会趁虚而入 男孩倒也没有辩解 直接坐了下来等她恢复 不多久 女鬼的身体便逐渐变大 并恢复了消耗的魔力 男孩这才站了起来准备应战 女鬼当即扣出大眼珠子 直接将其捏爆 幻化出无数的眼球分身 男孩见状也是好奇 当即提刀砍向女鬼 谁知一个眼球分身就是一条命 女鬼可以在这些眼球间顺应 她觉得对于只会玩刀的男孩 自己肯定能立于不败之地 却不想男孩只是伸出手掌 便以绝对的魔力威压 打爆了所有的眼球分身 女鬼当即陷入了绝望 可男孩却仍不急着进攻 而是用刀插入了自己的脚掌 挑衅般地让女鬼射一发试试 女鬼哪受得了这个 当即撩起发丝 露出自己的大眼珠子 就是一发满腹荷的鬼炮射出 但男孩不仅毫发无伤 还提起插在脚上的刀 一脸邪恶地走向了女鬼 而女鬼因魔力消耗 再次变成了萝莉形态 男孩直接一脚将其踢翻 告诉她雄心也不全是好色的 说完便一刀结束了她的罪恶